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赵露丝何居静一,你更喜欢谁呢? 这简直是没有可比性的,一个元气一个预先,风格完全不同 而且审美这个东西本身就很主观,各花入各眼 先来说说赵露丝,他的言确实不算惊艳 但绝对是耐看的那一类,最主要的还是有辨识度和特色 赵露丝的五官都比较端正,虽然眼形没有太大的特色 但卧蚕和自然的扇形双眼还是很加分的 他的鼻鼓也长得非常好,单看有点偏鹰气 但配上他的鹅半脸和花半唇就有一点照丽颖的感觉 两照都是饱满流畅的鹅半脸 正面也都符合三平无眼比例的要求 侧面也符合三高四低标准 所以赵露丝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轮廓感都非常优秀 他的骨香也非常的好,高卢顶后脑勺饱满 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缺陷的话,应该会是湄弓稍微有点低 一旦发福或者水肿,就会有点发面蠻的感觉 但是有些小伙伴说他大饼脸就太离谱了 再来聊聊居静一,他其实是化腐朽未神奇的氛围美女,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哪怕隔得老远,都能通过模糊的身影感受到那就是一个美女 居静一的眼睛是他五官中最好看的 眼睛大而长,同黑而明亮,眼尾自带眼瞼下肢的效果 再加上妆容的加持,一种楚楚可怜的无辜少女感就出来了 居静一真的是将氛围感修炼到极致的高阶选手 随便一张照片或者视频,就可以马上脑补出一种楚楚动人 我见牛连的缺爱小白兔的绝美爱情故事 不过居静一现在的言也有一个很大的 就是脸型齐驱,这是硬伤,毕竟上镜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轮廓线条流畅 所以先天条件不足,也是可以通过打光,角度,表情弱化和用发型来掩盖缺点 很多人都吐槽居静一是人造美女,但我想说其实她本身底子也不差,而且美伤非常高 她在遍美路上唯一走过的岔路就是鼻子,前前后后,至少,调整了一二三次吧 不过调整后的鼻子再加上妆容的加持,自然就有了改头换面的效果 而且居静一也一直在挑战普通人变美地极限,个人感觉还是挺励志的